厂西墙厨师的汤 奴菜里有两个汤 一个是清汤 一个是奶汤 这个熬制奶汤咱需要煮大锅 咱就老母鸡 用老鸭子 一定要加葱姜 现在把鸭子给它盖一下刀 一定要把里头的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要不带到这一个是行 就是煮的汤它不备 这鸡也得多一下 这墙写进口感 冲洗干净 冷水下锅 开大锅 把它冒洗一下 开锅就行 把上面的血沫都洗干净 锅也刷干净 对一定要刷干净 锅内重新加清水 对这样清水 原材料再洗干净 对 那盖上锅盖 等它开起来还需要再打一大磨 好开锅了 好 或者沸沫或者撇净 很少 越新鲜 越少 沸沫撇净以后呢 三下放葱姜 多放点姜 多放点姜 煮奶汤一定要火到大 火大了以后煮汤才败 再打一大磨 一定要把沫清干净 大约炖 两个百合适 需要盖杆吗老师 不盖杆 再就是什么 你要想糖白 你可以多放点 煮褪骨 基本上糖纸现在硬弄白了 就可以了 时间也到了 好了 下面它开始管火 这个熬制奶汤呢 只有煮骨头多了 熬出来才败 这就是要悬新鲜的 一定要悬新鲜的 大火进行熬制 这样熬出来的汤呢 它才败 这就是时间也够长 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呃原材料和水的这个比例怎么掌握呢 这个呢 也可弄 也可淡 最后你还得调味 就是水可以多一点 也可以少一点 也可以少一点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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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